这里是北京的士园公园 2019年在这里举行了世界园艺博览会 之后在2020年的4月 这里被北京正式命名为北京士园公园 每年的4月到10月这里都开满了鲜花 而现在这个季节已经百花凋零 但是秋色正好 园区里红黄相间的彩林非常漂亮 今天就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北京士园公园的秋色 刚到景区门口就被景区门口的洪峰所吸引 好红 士园公园在北京的郊区延庆 如果平日来这里还是自驾比较方便 门票20 这里每年从4月到10月都有各种的鲜花节园艺节 活动期间还会有很多的表演 而现在所有活动都结束了 一进入大门就看到这个花开盛世的大花坛 步入公园就看到了眼前五彩斑斓的景象 各种红蜂 黄蜂 银杏 白花 金枝 国怀 叶黄如金 这些红色的树叶是火焰 前面这座是万花台 上去看看 万花台上 在红叶的眼影下 中国馆傲然屹立 先去中国馆转一转 中国馆前本是一片万花广场 但是现在鲜花都没了 这两个可爱的奥运会吉祥物 准备说再见了 前面看到的就是中国馆 2019年这里举办了盛大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当时这个中国馆就非常的引人注目 这个中国馆总建筑面积是两万多平米 场馆的高度是36米 中国馆巨大的木质屋顶 再现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神韵 同时这个中国馆也凝聚了很多的生态科技 包括采用雨水收集 呼吸式的木墙 太阳能瓦等 我们走进场馆看一眼 里面非常的高大上 这个场馆的建筑设计可以说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科技实力 这个馆分为地上两层和地下一层 我们去地下一层看一看 都是中国的园艺历史和文化展示 最吸引人的是这个山水和明 只可惜现在这个独特的水源设计上面这个水墓停止了 这里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的必拍之地 围墙上展示了中国园艺的历史 各朝各代的 在室内也有很多美轮美奂的设计和展示 在室内也有很多美轮美奂的设计和展示 这是中国馆的背面 玻璃顶上的太阳光 从这个平台可以看到远处的永宁阁 现在从中国馆走向永宁阁 路上两排的银杉树已经非常黄了 漫步期间可以说是秋意满满 经过了一个望卷堂 豪斯传统的京式四合院 营造了一个家一样的休憩空间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永宁阁了 永宁阁在远处的天田山上 是园区的制高点 这边的山水景色打造得非常美 山下有一片池塘 这里还有很多鱼和野鸭 夏天来这里一定非常美 现在上山登上永宁阁 这个建筑非常高大 还要往上爬一阵子 永宁阁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山水式工院建筑传统 采用了高台阁院布局 今天的天气真好 也没有多少游客 海宁阁 永宁阁的南北东西 四座门檐下分别挂着四个不同的门额 海宁 河清 风调 雨顺 这就是永宁阁的主楼 高27.6米 主体采用了辽金楼阁的建筑风格 契合了北京建都始于辽金的历史 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 好一派美丽的景色 看四周群山怀抱 各种彩林 层林尽燃 世源公园的面积是相当的大 下面可以看到归瑞湖 这两个字不好念 右侧就是中国馆 多美的一幅山水画卷 从这里下山去归瑞剧场看一看 沿途都是非常漂亮的树 这里有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北面的风景 准备走到河边去看一看 从下山到往河边走的路上 也非常漂亮 哇 真实 哇 这条路 园区很大 这条路来的人不多 很多白洋的树叶开始掉了 前面就是归瑞河了 这里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忍不住跑过去平篮远眺 抬头 树叶沙沙响 到树林里走一走 这里有一个蝴蝶造型 来个姿势 像不像花蝴蝶 拍个照 这一片的树木非常有特色 这个就是归瑞剧场 在归瑞湖边 是一个蝴蝶造型 不过这个季节 这里的演出都停止了 从这边看 像不像一只巨大的花蝴蝶 在归瑞剧场这边 树林更漂亮了 先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树林 然后又看到了红色 然后就是红黄相间 这边是在国际馆附近 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 这里真的是色彩斑斓 引人入胜 这里满园的红叶黄叶 层林浸染 景色如诗如画 虽然现在这里没有了园艺展览 但是秋色也足以吸引人了 现在来到了就是园艺区 先看到的是台湾园 远处就是国际馆 外形也非常吸引人 这里又有一个蝴蝶造型的椅子 旁边的树 映成的非常美丽 中华园艺展示区 因为已经过了最好的季节 很多园林都没有什么展示 这个是上海园 在园林区里最有特色 最值得打卡的是北京园 重点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北京园 北京园是各省里面最大的一个园区 虽然没有什么花了 但是整个的建筑格局非常的吸引人 很有宫廷花园的气派 我去年拍过一个北京的园博园 你知道这个园博园和这个市园公园的区别是什么吗 一个是国际园林博览会 一个是国际园艺博览会 这个北京园的占地面积达到了五千多平米 里面有好几个非常好看的景点 比如玉堂长春 青瓦盛芳 槐树胡同和百花深处 仿佛走进了北京的百姓之家 将历经千年沉淀 充分体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善待的四合院 作为了核心景观 让人们从一个小院落 看到了一个大北京 可以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设计得非常的精彩 如果真正的北京胡同能这么漂亮就好了 我也是好久没有去北京的胡同了 哪一天给大家去拍一拍北京真正的胡同 怎么样 这个北京园设计得不错吧 除了北京园 这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港澳台的园区 另外在远处还有一个国际园艺区 不过这个季节都没有什么园艺展览了 我这次也是来给大家拍一拍这里的秋色 因为可能很少人来这里看秋色 其实这个世源公园主要的是看园艺展览 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4月中到10月15号 不过我觉得现在包括未来的一周内 还是很好的赏秋季节 这个大熊猫一定是四川园 这个是西藏园 这个是内蒙古园 如果明年春夏世界来 这里一定是满园春色 今天走了大半个园区 主要看了看这里的秋景 看了今天的视频 你觉得世源公园的秋景是怎么样 如果喜欢抓紧时间 这两天过来看一看吧 好看 好看